早上六點才上台北 才到台北 我們今天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揭露教育部無能的真相 因為到現在為止 永達跟高峰的教職員 董事會還是欠他們薪水 在永達基督學院去年開始 校方就開始沒有發薪水 直到九月六號 我們永達的老師上台北來抗議之後 董事會才被迫發了減的薪水 他已經 薪水已經被減掉了 過去基欠的一億多元 現在只還了三千多萬 只還了三千多萬 教育部對這件事情 他有承諾要在三個月內完全解決 但是呢 九月六號到現在 已經過了四個多月了 還是沒有解決 還是沒有解決 我們在出發之前 還接到恐嚇的信件 告訴我們如果上來參與工會活動的話 董事會要把我們告到翻掉 要告到我們請假蕩產 但是我們還是出來了 我們想陳述一些事實 我們不想造謠 我們只想把事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學校在一個行政會議 而且程序不是很完備的行政會議 裁掉了六個科系 那裁掉六個科系以後呢 在一月七號 人事事就發出通告 要求老師 必須要在三月底之前 依法完成 退休跟之前 一月七號是什麼日子 還沒有開始期末考 結果 這些被裁掉的科系 學生 都無形考試 我想試問 這是辦學應有的態度嗎 一個教育者 應該有這樣子的道德規範嗎 教育部為什麼都不管 讓學生在那邊 彷徨 無助 平東唯一的公科學校 這些學生應該何去何從 讓學生陷入一種恐慌 這是教育部應該有的行為嗎 我們到教育部來的時候 教育部有提出三項承諾 第一個承諾是一個月內解決教師欠薪解薪的問題 大概是一億三千多萬 現在證明是跳票了 九月六號 十月六號就跳票了 僅償還三千萬的欠薪 其餘一億元 毫無償還的計畫 這是當時 主祕王座台 跟我們做下的承諾 我親自打電話給部長 部長說 主祕可以完全代表他 那就是說 部長跳票了嗎 第二個承諾 三個月內違法狀況未有改善 要一施效法第25條 向法院申請解散並接關董事會 沒有啊 現在還是違法 欠薪還是沒有還啊 董事會組成還是出不來啊 現在的董事長還是不知道是誰啊 教育部遲遲不啟動解散機制 第三個承諾 他每次南下的時候 要跟工會的成員訪談 確保整個資訊的透明 結果也沒有啦 一次來 都三四個鐘頭 坐車來 坐三四個鐘頭 坐一下 坐談就走啦 談什麼 完全沒有談 也沒有真的談到償還的計畫 資訊也沒有公開 教職員惶惶不安 學生怎麼上課呢 教育部說 他有當高峰跟永達去輔導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輔導的 09年的時候 這是高峰數位內容學院 輔導小組到校輔導 請董事會積極籌募資金 開始欠薪 09年的時候就是開始欠薪的開始 13年的時候 去年4月15號到校輔導 要高峰在5月底提出改善計畫 沒有提出計畫來 董事會提不出來 繼續欠薪 6月 下一步要求高峰提出改善計畫 還是繼續欠薪 他的改善計畫什麼 一個月花一萬塊 在台灣一個月一萬塊的薪水 還要養家活口 小孩子幼稚園會一個月都要7500啦 2013去年8月 屏東地方法院開始拍賣高峰 部分的設備 到現在欠薪人還沒有改變 下一步在10月11號的時候 到輔導小組到高峰進行輔導 限期改善 沒有改善 11月22號 輔導小組到高峰進行輔導 沒有改善 還是繼續欠薪 總結來說 教育部所謂的輔導 完全是空話 他說 組成的輔導小組 完全不能作為 沒有作為 這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說 教育部是完全無能 高峰繼續欠薪 董事會 董事長一直玄缺 學校不知如何開課 學生難以畢業啊 詠達技術學院 9月6號我們到教育部抗議 他承諾組成輔導小組 以及另外的兩個承諾 9月18號 輔導小組到詠達進行輔導 他開始償還部分的欠薪 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一億三千多萬 只還了三千萬 他就認為有解決了 11月22號 早上到詠達 下午到高峰 輔導小組進行輔導 還是只償還部分欠薪 12月裡 詠達就裁掉六個系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輔導嗎 如果能這樣輔導的話 那教育部到底在幹什麼 教育部 還有功能啊 我們這教育部還有功能嗎 詠達繼續欠薪 董事長一直玄缺 裁掉六個科系 要在三個三月內 三月份內 請這些被裁掉科系的老師 辦妥 自己去辦妥資遣跟退休方案 這就是所謂教育部的輔導嗎 這些學生還有兩百多人耶 這些科系的學生還有兩百多人耶 請問教育部 這些科系的學生該怎麼辦 下學期就要開課了 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教育部該怎麼辦 你有辦法嗎 請問 你有沒有調查是哪些科系被拆掉 如果你有調查 在屏東跟高雄地區 有哪一些科系 是跟這些科系一樣的 哪一些學分可以被承認 哪一些學分不可以被承認 請問你調查了沒有 你連開會都還沒有 你連調查都還沒有 你憑什麼這樣 你有輔導 你有輔導 你輔導在哪裡 哪一個承諾教育部履行了 請你告訴我 這三個承諾是不是跳票 提出來 其實不是因為 各位老師的 各位老師的到來 或者是高教工會的 我們教育部都有既定的步法 既定的時程 永達的部分呢 其實他們1月8號 就報那個改善計畫來了 那1月13號 我們也到學校去看 也到現場去跟老師 做一個實際的聊 做一個方式 然後也要經過 這些輔導的小組的委員 來做一個審核 那麼永達的董事會 我記得是這個禮拜 之後幾天24號 就會選出新的董事長來 所以我們要看他的經營的方向 經營的策略 那做他的改善 我們來做一個核定 這是永達的部分 那另外高峰的部分 一樣他們的董事會 因為董事已經產生了 剛才好像我走出來 有聽到說還沒有 他們是董事會產生 不過他們因為董事長過世了 所以這兩天就會產生 新的董事長會選出來 所以董事會是學校的經營的核心 那他們的經營的理念 高峰我們給他的期限是2月1號 2月1號 那永達是1月8號提出來 所以我們都有既定的步法 那也就是說他提出來這個改善計畫 那我們要看看可不可行 如果說學校裡面針對比如說 因為我知道永達現在有曾經1萬個學生 到現在才1180幾個學生 那老師這個可能系所要做一些調整 做一些外在環境的適應 做一些提升競爭力的作為 這個部分我們尊重學校的決定 可是我們就強調說 學生我們要幫他注意他怎麼個安置 所以不管是永達或高峰 他如果說因為學校要轉型或其他的部分 我們會幫助學校做一個安置 比如說附近有哪些類似的系科 那這是學生的部分 那如果是說老師的部分 我們也強調就是說 我們去年其實針對所有的老師的薪資 不管是公私立的公私立 不管是不只是永達跟高峰 所有私立學校的老師 我們正式做一個函視 就是說私立大學校院上專任的老師 他的本縫抵造公立的學校 而且不得低於公立的學校 這個是做一個保障 那至於有關於其他加級的部分 學術研究費 操支代課的終點費 或者是獎金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學校呢 要跟老師協商 學了只有零一萬 拿來的錢 教學會 叫部長來 不用不用 真的是大家天氣很冷在這邊等 都是因為部長不出來 所以不用給茶 謝謝 謝謝